自中共官方于3月31号发布了全球首例感染H7N9禽流感的病例之后 每天对外公布的感染人数一直在逐渐的增加 而由于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有资讯过少 那么国内外的专家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对此各界都呼吁中共当局能够尽快的向公众透明信息 不要让SARS的悲剧重演 据目前大陆官方发布的信息显示 H7N9禽流感病毒患者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流域 而由于这次禽流感爆发在黄埔江死猪漂流事件之后 但感染者在发病前却多与鸟禽类有所接触 另外还有湖南长沙上千死鸭事件 使得H7N9的感染源到底是处是禽 一时间众说纷纭 我觉得上海的情况还有江泽一带发生的病例 确实跟前一段猪的死亡 鸭的死亡或者野生鸟类的死亡 可能是相关联的 尽管当局多次强调 目前还没有发现H7N9禽流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但先是出现离姓父子一家三口全病亡 而后是死者家属指责医院未作隔离 直到4月4号 上海出现一人与患者接触后发热 这一系列消息似乎透露出一个信息 也就是H7N9病毒是有可能人传人 总体上来说这个病毒所发现的一些突变是有利于病毒在人体细胞中反射了 而且致病性也增强了 能不能大规模人传人更是不好说 英国的流感病毒专家说 H7N9禽流感病毒已经发生了一些基因变异 如果再发生变异的话 就有可能发展成在人际中传染 但目前最令民众担心的 则是官方对疫情的瞒报和掩盖 大量中国民众对政府在这方面表达了强烈质疑和不满 更多的民众则表示出对官方的不信任 专家认为H7N9病毒性强 人体对它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一旦被病毒感染 从发布到死亡的时间非常短暂 如果官方隐瞒疫情 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后果 从过去20年发生的这些 公共卫生的悲剧来看 通常政府开始的办法 不是去公开透明披露信息 而是进行线索能去隐瞒掩盖 回堵 如果说政府在防控的过程中 出现失误的话 那么这种既定的爆发和流行 就会提供一个条件 各国专家也都表示 由于得到的信息过少 导致对新型流感的研究 无法有进一步的进展 我相信一定有一部门 已经做了一定的研究 只是这方面的数据 现在可能没有公开 或者是不允许公开 我们现在没办法了解 整个概况是因为 我们所了解的信息 还是非常有限 北京民间公共卫生组织 艺人屏中心负责人鲁军表示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这是疾病得到预防控制的一个根本途径 但这一点对中共而言 恰恰是最难做到的